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知道猫咪为什么 很喜欢酸痛贴布 这是我 我的酸痛贴布 牠一只就可以在那边玩 玩很久 这是我贴过的放在桌上 还没拿去丢 牠就给我拿下一碗 已经玩了十分钟了 阿兔 阿兔啊你在玩什么 嗯 玩什么 阿兔耶 好喜欢酸痛贴布的味道 你看 好奇怪 我 我来掃地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爱猫咪 爱多肉的梁 看肉肉啦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来帮这几盆 漂亮的多肉植物 脱土 修根 还有 当然消毒完才 换心盆啦 不知道 他们是整装的 还是 很多小科的凑在一起呢 不知道 要脱完土才知道 其实不管他是桃太郎 或者是 急蛙蛙 反正都是漂亮的多肉 都是有漂亮明显的红尖尖 我之前 我之前养都没有养好 他都一直处于僵苗状态 希望这次有这么多这么多 让我实验 我可以把他养好啊 听说桃太郎最大可以养到12公分左右 超美的啦 期待自己可以养成这么棒 这么漂亮 来吧 动手咯 来脱土 好像是连在一起的 但是摸这个 好像是一寸盆重的 你们说我要不要把它拆开啊 哈哈哈哈 不用说了 它自己开了 给你们看 它是一叶片 在里面 然后有这个小小的芽 真好 脱完就先让它 下去消毒 其实我想把它们拆开 因为这样子它也不好长 好了这个就把它剪掉好了 就直接从这里 就直接从这里 剪掉了 这样牵插比较好擦 我来换这盘 它里面 它里面也加很多款式肥 这个居然也都是一起的 可是这个自己开了 这样就越多了 这样就越多了 这个也是 虽然这三个是一起的 可是它现在这样 要 干脆拔起来算 反正它这个也是 黏得不好 那因为要扦插 我觉得它这个 就比较那么长 但是没关系 剪掉 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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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这个图 好像看起来都没有装很久 这个都是一整桩的 但是一整桩的 我都想把它直接剪掉 它這裡是直接拉掉 它雖然是一整磚 但是它已經快要掉了 所以就乾脆直接把它全部拆開好了 好了 都先讓它下去消毒 就讓它浸泡5分鐘左右 給你們看它這個土 是不是也有很多小顆粒那種小小的 這種有一點像是蟲卵 反正就是疑似有蟲卵的 你都不要留 這個全部都直接給它淘汰 我全部都給它剪成單頭了 這樣小小的讓它重新長好了 全部變單頭 我準備這一個大盆 要來種這些 看看 這些淘汰狼全部都被我 分成一顆一顆的 然後它們還掉了這麼多葉子 其中有兩片 這一片跟 欸有兩片 我要跑去哪裡了 就是已經有發小芽喔 我打算把它們全部一起種在這裡 然後這個土呢 大概是百分之五六十的顆粒配土 那因為我都把它修成這樣 所以它蠻好插的就直接這樣子就行 放上去就可以了 然後全部把它們排好就可以了 想要什麼形狀就排成什麼形狀 這樣是不是很方便呢 不要種得太密啦 我就是覺得說 還是要有一定的空間 除非是它自己 長成群生 那種就 無所謂 像這樣子我就喜歡把它種 就是有一點點的空間 這樣其實看起來還是 還是很密啊 因為它們長大 你看看有這麼 就是十幾公分 沒關係等到它們真的浮盆長大了 空間不夠了再來一盆 那剩下葉片 我也打算把它們放到裡面 讓它自由發展 目前就先這樣擺著 你看看 這樣全部把它拆解成 總共幾顆 我先看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 嗯?十三顆 總共應該是十三顆 總共十三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對 總共十三顆 然後還有這些葉片 全部都在這裡啦 這樣子統一管理是比較方便的 當然小盆有小盆的好處 但是我有點偷懶 希望這次可以成功 之前的吉娃娃我都沒有 跟那個陶太郎我都沒有種得很好 我覺得它們都僵苗了 目前就這樣 那因為現在是繁殖的好季節 氣候涼爽 非常適合種植天塌 所以我把它弄成這樣 希望他們這次可以成功 好了 今天這個陶太郎 我們就分享到這裡囉 歡迎評論點贊 還有別忘了訂閱喔 我們下個視頻見囉 拜拜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